原标题,美军用50名美女模特,成功瓦解伊拉克军团,印度也想向访结果闹笑话我们知道,这个时候,各国之间的情报战,一直未曾停止过。 因为现代化战争比拼的不仅仅是武器之间的对决,还有信息的较量。 古人云,知己之比方能百战百胜,只有足够的了解对手,掌握对手足够多的情报,才能更好地找到战胜对手的方法。 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,各国为了弃取他国情报,也是无所不用其极,只有想不到,没有间谍人员做不到的。 很多国家为了获取情报,还真的是大手笔,不仅仅舍得花钱,而且还舍得动用各种人力、物力。 美人记这一招似乎适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情报获取手段之一。 近日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称,美国在去年华众金招收大量的金发美女,只要觉得自己足够漂亮,那竟有越去报名,因为如果被选拔上,可以获得一大笔奖金。 那么被选取后干什么呢? 俄专家表示,他们会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,然后一步步被培养成间谍,被派往各个国家。 其实,美国曾用这一招,瓦解了当年伊拉克所谓的百万雄师。 当时,美军在全美国境内招收50名美女模特,然后经过训练之后,将他们送往伊拉克执行特殊任务。 可不让小瞧了这一支,只有50名女星组成的特殊部队,美军就是凭借他们从内部开始慢慢瓦解了伊拉克的钢铁军团。 他们通过用美色来迷惑那些伊拉克军官,迫使他们向美国投降,交出伊拉克的不防情况等等。 近日印度也使出了类似一招,他们效仿美国的方法,也通过美色去诱惑凑犯一位巴基斯坦的空军上将。 以为这样就能让巴基斯坦空军陷入丑闻的风波,然后,自己好趁乱一窝端。 巴基斯坦的空军上将是一位酒精沙场的老手,他一下子就是破了印度派过来的这位美女的意图。 但是,他并没有打草惊蛇,因为他想将技术气,将这位印度女间谍自己现出原形。 果而不其然,在相处几天后,这位美女果然向巴基斯坦空军上交提出,要他告诉自己巴基斯坦空军不防情况。 当听到这句话之后,他二话没说,直接叫警卫进门架起拷走,交给巴基斯坦反间谍部门进行审讯。 经过审讯之后,这名女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共认不悔,表示一切都是受印度金方的指示,自己并不想这么做,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释放他回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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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